社會發展和地區民生息息相關 貧窮、社會福利服務不足 舊區重建和興建公屋等等 隨著政府將於地區成立地區管理委員 賦予決策和統籌權力 區議會亦是地區將增加決策的力量 這樣亦令區議會有更大的責任 改善地區的民生事項 政府放多了資源在區議會 所以區議會或是透過區議員 在地區層面做多了很多可以有利民生的事情 第二就是區議員日常跟很多居民有接觸 他可以了解居民的一些生活需要 或者可能對於政府的一些政策 或者措施有什麼看法 所以區議員也可以做到政府和居民之間的一個橋樑 正值區議會選舉 社聯促請政黨和區議會候選人留意 揭力在地區層面舒緩和解決 以下七個社會問題改善民生 首先是提供足夠福利服務設施 由於現時地區維本的日間兒童照顧和軟社服務 等多項福利設施不足 輪候人數一直偏高 區議會應該敦促政府 興建足夠的福利服務設施 以滿足居民和弱勢社群的需求 第二是建設無障內社區 雖然近年不少地區已經進行設施巡查 令社區內的無障內設施得到改善 不過餐廳、私人樓宇、社區的行人路和巴士站等等 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區議會應該協助區內舊建築物的業主和法團 了解無障內設施的重要性 而改善建築物內的無障內設施 第三、協助貧困家庭、倡導社區共融 推動地區關注當區的貧窮問題 並鼓勵居民接納區內的殘疾、新來港和少數續約人士等等 推動社區共融 第四、從地區出發照顧基層的住房需要 現在家庭和長者輪候公屋個案數目已經超越14萬2000宗 平均輪候時間長達3.6年 興建公屋實在刻不容緩 在區議會可以設立房屋小組 跟進地區基層住屋問題 以及關心區內長期輪候公屋的人士 第五、建立長者友善社區 雖然多個地區響應計劃 但現在只有西貢、荃灣、葵青區 成功申請加入世衛的長者友善城市 各區區議會應該繼續推動相關政策、服務和措施 成為長者友善社區 第六、鼓勵虛市試驗計劃 地區虛市有助發展社區經濟 為基層市民提供就業機會和多元消費選擇 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 而虛市亦可以有效地善用社區的閒置空間 最後是促進青年參與社區發展 社區可以協助創造有利的條件 培育青年實踐青年公民參與 建設民主共融社會 例如鼓勵民間團體進行社區聆聽 令青年人可以了解區內人士的需要 我們期望區議員可以了解多些 特別是弱勢社群的需要 因為他們更少機會影響政府 如果他們可以反映弱勢社群的意見 情況的話 其實對於整個社會的發展幫助很大 我們社會選擇 分析社群的身份 基本上序的並不明顯 即將會開始